这是汉长安城城墙的夯土遗迹 2000多年前的夯层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城墙遗迹的外边是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西安市的市区 城墙遗迹的里面至今仍保留和呈现着郊野农乡的原生状态 这是汉长安城遗址里的核心皇宫魏央宫的所在 其面积是整个北京故宫紫禁城的六倍 却只占汉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 现在画面拍摄的是汉长安城里魏央宫的交房殿遗址 这是当年皇后居住的地方 大家注意看这里有一个移动的小黑点 这是一个人正在走动 是文管所的巡护员正在例行巡查 我现在也在画面里 正在遥控无人机进行还飞 有能找到我的小伙伴吗 这是威央宫里的天路阁遗址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档案馆所在 当年司马迁是这里的常客 经常来此查阅文史典籍 旁边这里有一个七八十度的陡坡 挑战一下 手持相机保持拍摄不中断 能从这里爬上去吗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宫殿 威央宫前殿的遗址 是当年大汉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 刘邦曾在这里举杯饗宴 汉武帝曾在这里痛颤自毁 霍曲病曾从这里领兵出征 张谦曾在这里领治西行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 走进这座已经尘封了两千多年 曾经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和多个中国第一的汉长安城 大家好 这里是西安市的西三环 这片高楼置笔的区域位于西三环以外 而这片略显苍凉的区域则是位于西三环以内 是的 您没有听错 我也没有说反 有许多乘坐航班从东南方向飞来西安的朋友 在飞机降落前时常会有机会看到这片在全国所有城市中绝无仅有的奇特城市景观 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版图上 有一大块面积近36平方公里的区域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围都已是高楼林立 而这里至今仍然保留和呈现着郊野农乡的原生状态 这里便是20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的都城 现在的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所在 大家都知道西安古城长安 而历史上的长安其实有两个 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 唐长安城实际上是继承和延续了隋朝的大兴城 面积约84平方公里 大家现在来到西安旅游 所见到的西安城墙则是明朝时期的城墙 城墙以内的范围面积为11.32平方公里 从空中来看一下 这是现在的西安城墙 这是西城墙 这是南城墙 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是西城墙 这是北城墙 城墙外面的一圈环城道路 就是现在西安市交通体系中的一环 西安城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和修复的最完整的城墙 这是现在西安城墙的南门 又称永宁门 199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西安时 就是在这里发表的讲话 这是前往城内的道路 这是环绕在城墙外面的护城河 来看一下卫星地图 这是现在的西安城墙 城墙外面是西安市的一环 这是西安市的二环 这是西安市的三环 今天要带大家前往实地探访的汉查安城遗址 是位于二环与三环之间的这里 一片面积约36平方公里的区域 再来通过空中镜头实际感受一下 这是现在的西安城墙 而西北方向三公里之外 这片广袤空旷的区域 便是汉查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的所在 先来看一下汉查安城的整体布局 刘邦定都长安后 先是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 修建了长乐宫 作为临师的皇宫 然后由丞相萧和主持修建卫阳宫 历史两年多建成后 卫阳宫成为西汉帝国的大朝政宫 此后的两百多年里 历代西汉皇帝都居住在这里 长乐宫后来则成为皇太后居住的地方 萧和还在长乐宫与卫阳宫之间 修建了容量巨大的都城用来储存兵器的仓库 武库 都城起初并没有城墙 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刘盈在位期间 历史五年修筑完成了汉查安城的城墙 城墙为不规则的方形 边长大约6公里左右 周长25.7公里 城内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 来看一下城墙的内外结构 这是城墙 宽度在12-20米之间 城墙的内侧修有环图 是守城卫兵巡逻的道路 宽度4-35米不等 城墙的外侧还有一圈外环路 宽度4-12米不等 外环路的外面是环绕城墙的壕沟 宽40-45米 深3米 壕沟 一是为了增强城市的防御功能 二是为了便于城内的排水 夯住城墙所用的土方便是取自壕沟 正好一举两城 城墙的四面 每面各开三座城门 全城共12座城门 汉长安城内的道路非常规整 有8座城门各有一条大街通入城内 8条大街街道笔直 或南北向或东西向 它们在城内交叉汇合 形成了8个钉字形路口 和2个十字形路口 大街的两侧都修有鸣沟 这是城内的排水干道 这些鸣沟与城墙或城门底部的寒道 水道相连接 将污水及洪水排泄到城墙外面的壕沟里 这是当年在排水设施中 普遍使用的五棱形陶制管道 刘邦和刘盈执政时期 还营建了东室 西室 北宫 汉武帝在位时期 又在长安城内修筑了桂宫和明光宫 在长安城外西侧修建了建章宫 在汉长安城的南面 还修建由礼制建筑 主要包括设计 宗庙 以及屁庸和明堂 接下来我们通过无人机从空中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环拍镜头是从这里 也就是接近汉长安城中心点位置的上空拍摄的 这是微央宫 宫墙边长约2.2公里 近似方形 这是汉长安城城墙的西南角 对照地图看一下 这是微央宫 这是我们视野的角度及范围 现在能看到的整个这一片区域都属于长老宫的范围 长老宫东西长2.9公里 南北宽2.4公里 占地面积约6平方公里 比渭阳宫还要稍大一些 这是汉长安城遗址内 唯一一条横贯东西的 正在使用的现代交通干道 石化大道 锦邻石化大道北边的这一片区域 是明光宫的范围 明光宫是汉武帝为了容纳数以千计的宫女而修建的 这是当年北宫所在的区域 北宫是汉高祖刘邦始建 汉武帝时期增修的 这是当年东室的所在 东室是当时首都里最主要的商业市场 这是西室的所在 西室里分布着大量的官办手工业作坊 这是桂宫所在的区域 桂宫是汉武帝时修筑的后妃之宫 360度环拍一圈 又回到了卫阳宫 这是威阳宫前殿的所在 是汉长安城里最核心的宫殿 大汉王朝政治权力的中心 我现在行走方向的右手这边 就是汉长安城西城墙的夯土遗迹 我脚下现在踩着的这条小路 就是城墙内侧的环图 是当时守城卫兵用来巡逻的内环道 左手这牌整齐的柏树后面 就是威阳宫西侧宫墙的位置所在 现在来到了城墙的外面 这是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的夯土遗迹 是城墙拐角保存最好的一处 夯土现存高度约为9米 西南角往东 一直到西安门的这一段南城墙 是整个汉长安城城墙夯土遗迹里 保存最好的一段 2000多年前的板柱夯土城墙 由于夯打得非常结实 它的坚固程度在当时是很高的 夯层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夯层的厚度一般在8厘米左右 大家看到的这些洞眼 是川棍的棍眼 当时的川棍 就相当于现在建筑里钢筋所起的作用 这是西安市区的方向 这边是汉长安城城墙东南角的方位 这是汉长安城南城墙遗迹其中的一段 这是南城墙的外环道 这是锦陵外环道的壕沟 如今已被填平 这是汉长安城的12座城门之一 西安门的遗址所在 城门有三个门道 每个门道宽约8米 可通行4架马车 三个门道可容纳12架马车通行 这就是班固西京副中描述的 披三条之广路立12之通门 从西安门进入汉长安城后 不远就是温阳宫的宫门南宫门 这是温阳宫的宫墙遗址所在 如今环绕着宫墙的外侧 种植着整齐的柏树围界 这是温阳宫里的核心宫殿 前殿的遗址 是刘邦以及他的后辈帝王们的 朝政权力中心 温阳宫西南这一片 是当时修建的仓池 池水从张城门 由城外的曹河引入 既美化了温阳宫的环境 又解决了皇宫之内的 储备用水问题 据史书《三府皇图》记载 仓池中有建台高石杖 建台就是仓池中 与岸边连为一体的甲山 由韬挖仓石石 所产生的土方堆积而成 历史上备受争议的王莽 就是在仓石的建台这里 被攻入长安城的绿林军斩杀 现在眼前的这片区域 都属于仓石的范围 大家现在视野所能及的区域 只是占汉长安城总面积 七分之一的 微央工的一部分 整个汉长安城的恢弘与广阔 需要大家发挥充分的想象 微央工是西汉帝国的大朝政宫 自建成以后 西汉皇帝都居住在这里 成为西汉200多年间的政令中心 微央工里 一共修建有40多座宫殿 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 这是微央工里田野间的一处建筑遗迹 编号为64 在微央工遗址内 这样的建筑遗迹多达上百处 现在我正行走在微央工里东西巷的道路上 这是当年微央工里的主干道之一 宽度在20米以上 微央工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建元二年 即公元前139年 张谦就是在微央工领取汉武帝的旨意 出使西域 开启了辉煌的丝绸之路 西汉以后 微央工仍是西蒙 西晋 乾兆 乾秦 后秦 西魏 北周等多个朝代的礼政中心 隋唐使也被化为禁院的一部分 存世达1041年 使中国历史上使用朝代最多 存在时间最长的皇宫 接下来带领大家 依次实地零距离探访 微央工里的这些重要遗址 前殿遗址 交房殿遗址 少府遗址 中央官署遗址 夯台遗址 石渠阁遗址 天路阁遗址 这里就是微央工内的核心建筑 乾殿的遗址 秦汉时期把工程之中的大朝正殿 称为乾殿 乾殿位于微央工工程的中央 基址东西宽200米 南北长400米 由南向北分为三层台积 依次增高 北部最高处的土台 现在仍然高出地面15米 各层台积之上 各分布有一组大型宫殿建筑 微央工的乾殿内共有三组大殿 中间的宣誓殿是正殿 皇帝登基 重要朝会 皇家婚丧等大殿都是在这里举行 北部最高处的附属建筑 可能是后阁 是皇帝休闲的地方 体现了乾朝后寝的布局 再来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是乾殿遗址的南面 也就是乾部 这是乾殿遗址的中部 这是乾殿遗址的北部 这里便是乾殿最南面 大殿前台阶的遗址所在 现在走上去看一看 欧阳宫乾殿遗址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保存最完整 规模最大 最有代表性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 现在脚下的这一片区域 就是当年的宣誓殿 是位于乾殿中部的大潮正殿 刘邦曾在这里举杯饗宴 汉文帝曾在这里召见假意 汉武帝曾在这里痛颤自毁 霍去病曾从这里领兵出征 张谦曾在这里领旨西行 这是乾殿遗址最北部的高台 至今仍然高出地面15米 高台后面200米之外 就是皇后所住的地方 焦房殿 前殿北部的这个高台 是当年汉长安城里的制高点 站在这里 皇顾四野 可以将整个工程尽收眼底 遥想当年 汉高祖刘邦在萧和的陪伴下 带着他的父亲 太上皇刘湍来到这里 刘邦笑着对老父亲说 老爹 你以前常说我没有赖以生存的本事 赚不到什么钱 不如二哥 现在我的事业和二哥比起来 哪个更大啊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地面上这一片砖台标石 是位于前殿北面200米之外的焦房殿遗址 这里是当年皇后所居住的宫殿 之所以称为焦房殿 是因为其宫殿的墙壁上 是用花椒树的花 或到泥浆里面 然后进行涂抹 这样既可以使墙壁呈现暖色 又能使殿房里芳香吸人 这是焦房殿遗址的轮廓 东西宽约130米 南北长约149米 正殿位于遗址的南部 佩殿位于东北部 庭院及附属建筑位于西北部 焦房殿前当时还设有双雀 宫殿之前置雀并不常见 显示出焦房殿的级别和规格非常之高 大家注意看 这里有一个移动的小黑点 这是一个人正在走动 是文管所的巡护员正在例行巡查 我现在也在画面里 正在遥控无人机进行还飞 有能找到我的小伙伴吗 欢迎眼力好 洞察力强的朋友 发表弹幕或在评论里留言 接下来我们前往温阳宫里的另一处遗迹 绍府 这是绍府或其主要官署的建筑遗址 东西长约110米 南北宽约59米 该建筑群以南北两座大殿为中心 左右分布有各种附属建筑物 殿堂的南北两侧均修建有庭院 这是南边大殿严强的严柱储敦遗迹 储敦为夯柱 上面的柱储石均已无存 这是南边大殿内的储敦 以及储敦之上的柱储石 柱储石平面有长方形 椭圆形和圆形三种 长方形柱储石长约2米 宽约1.5米 柱储石面上都加工有一个尺寸不等的突圆 突圆中央早有洞孔 这是东侧的附属建筑 绍府是当时掌握皇室财政和内务的官署 这座绍府遗址是目前我国已发掘的秦汉宫殿建筑遗址中 保存最完好的一座 这是南边的大殿 这是北边的大殿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座绍府的大殿和主要附属建筑里 当时地面均铺设有地板砖 这在秦汉建筑遗址中是颇为少见的 绍府遗址位于前殿遗址的西北方向 距离前殿约430米 这是前殿北部的高台 继续前往下一处遗址 这里是中央官署遗址 中央官署遗址是一座规整的封闭式院落 东西长约135米 南北宽约71米 周围夯住有院墙 南北两排房屋排列整齐 院内还修建有多处天井及回廊 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渠将建筑分成东西两个院落 这是西边的院落 有八间房屋 还有三处天井及回廊 这是东边的院落 有六间房屋 这一间是院落里最大的房子 室内面积达到215平米 东边院落有两处天井及回廊 在东边院落的北墙之外 有一口水井 在这处天井的西边 修有一处地漏 地漏的积水通过埋在地下的五棱排水管 流入东西院落中间的排水渠 在这里曾出土了近6万片带有文字的古签 从文字的内容判断 这些古签应该是各地公关 向中央政府所进贡器物的记录 推测这里应该是当年西汉王朝 管辖全国各地公关的官署 接下来前往温阳宫的夯台遗址 现在来到了温阳宫的西北部 这边是温阳宫的西侧宫墙遗址所在 前面的这座土丘就是夯台遗迹 这是温阳宫墙的西北角 这是夯台遗迹 四面陡峭 形同孤岛 历经2000多年的风波雨时 土台夯层依然清晰可变 据说过去这个土格的占地面积 比现在大两三倍 周围都有漫坡 人可以沿坡道一直上到台顶 也有学者认为 这里便是当年的百粮台所在 回顾一下前面这一段的行程 我们依次探访了温阳宫里面的 前殿遗址 交房殿遗址 少府遗址 中央官署遗址 夯台遗址 接下来 我们前往温阳宫里的另外两处重要遗址 石曲阁遗址和天路阁遗址 石曲阁原本是一座高台电阁建筑 现在地面上还保存有高约9米的 夯土台积 石曲阁遗址南北长约100米 东西宽约83米 之所以叫石曲阁 是因为当年在阁台的周边 采用磨制的石块修筑成渠 渠中导入火水 绕经该阁台周围 这样的设计对于防火非常有利 根据史料三府黄图的记载 石曲阁和天路阁均为萧河主张并建造 当年刘邦进入关中时 萧河竭力所收缴的秦朝末年的图书典籍 后来都是存放到了这两处地方 石曲阁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 为官方所藏图书专门建造的图书馆 是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图书馆 同时这里还是西汉帝都的 经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中心 一些学识渊博的明儒和文臣 常在这里切磋交流 比如司马向儒 东方朔 刘向 董忠书等 接下来我们前往天路阁 现在来到了天路阁遗址 这里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档案馆所在 与石曲阁一起修建而成 这里曾是威央区天路阁小学的后院 遗址前有一尊刘向的塑像 刘向是汉宣帝 汉原帝和汉成帝时期的文学家 经学家和目录学家 中年以后任职光露大幅的刘向 就是常年在这里工作 在更早的年代 司马迁也是这里的常客 经常来这里查阅文石典籍 台上的这间房子 据说是后人们为刘向建造的祠堂 旁边这里有一个七八十度的陡坡 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手持相机 保持拍摄不中断 从这里爬上去 上来了 这就是当年的刘向祠 现在里面是空的 西边这面 650米之外 就是我们刚才探访过的石渠阁 南面800米之外 就是威央宫前殿遗址 天路阁不仅是点籍和档案的收藏之所 历代名弦 还在这里教刊和整理图书经级 其中以刘向刘新父子成就最大 他们所编写的别录 七略 成为我国目录学的殿基之作 这是威央宫东侧宫墙的遗址 这是当年宫墙所在的位置 这边是宫墙以内的区域 这边是威央宫外与长了宫之间的一片跨度约一公里的区域 如今威央宫墙以内的区域已经搬迁了所有的村落和居民 威央宫移址范围以内已经实行了全天24小时的管制和保护 威央宫这个区域内完全是全方位管理 据这位姓黄的老哥讲 不仅出入威央宫移址的各条路口都有直勤的港亭 移址范围内还分人分区分线路 实行全天不间断定时巡逻 威央宫移址保护工程也在这些年陆续开工建设 一批景观园林项目已经相继建成 这里逐步成为人们踏寻历史 休闲娱乐 散步健身的理想场地 好的 本期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期视频里继续给大家讲述以下内容 走进汉长安城里的另一座皇宫 长乐宫遗址 实地探访这片身在大都市之中 却呈现着郊野农乡面貌的原生态土地 走进长乐宫里当年的冰窖冷库遗址 看看汉代皇宫如何将冬天渭河里的冰块 储存到夏季供皇太后纳粮享用 走进长乐宫里唯一一处经过考古发掘后 保留原貌对公众展示的西汉皇宫卧室遗址 看看当年刘邦和吕后居住的房间内部结构 究竟是什么样子 设计之绝妙一定会超出你的想象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